在畫一些芒草 我覺得芒草畫的時候好像煙花一樣 然後就要一粒一粒一粒地點它 那些好像花一樣的圖案 其實我很喜歡那些細細碎的東西 我喜歡薄一點的東西 又喜歡細細的東西 捲這個軟的表面會變成半透明 我本身之前畫的時候很追求後面會是怎樣 但其實前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我覺得有時候有很多細節位 可能我執著了很久 但其實最後是完全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其實畫畫的時候 就是你要放下某些很奇怪 沒人明白的執著 接受某些位置有一點點不完美 你才可以完成我的作品 為什麼我會喜歡畫圓形 而且一直都有用一些植物眼 或者是建築 或者一些石頭 將它們混合在一起畫 它們會互相轉變 好像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其實它們會變成另一種 植物 是那些泥和土 那些泥和土又會變成建築物 好像很不適合 但其實到最後它們全部都是一樣的東西 由零去到柚 再由柚 去到柚 所有東西都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過程 很像一個圓形 建築 植物 人 才有一個時間出現 就是有一個時間讓大家記得看到 但是慢慢它就會消失 珍寶海鮮旁 其實它就是代表了曾經揮煌過 但是之後它就是這樣默默無謀 最重要的東西是不能用言語來表達的 最重要的東西是不能用言語來表達的 就好像例如 就這樣說我愛你 但其實我那個愛是傳達不到給你 畫面這件事是很直接的 情感是… 感到就感到 現在呢 就做一下一個很危險的事 你要需要一個時間 一個空間讓自己離遠一點看 試試試看 用得很高 太新鮮滾熱辣的時候 就會看不到畫面有沒有完成 就好像你十八歲的時候 覺得那張照片很噁心 但是你可能過了十年之後 你覺得十八歲的青春都很漂亮 我小時候時就比較差 醫生就叫我 要保持著每天看窗外的樹木 不知道是不是每天去看的時候 可能看了幾年 所以對我來說 樹木是有一種很深的印象 因為無論打風還是落雨 都會看著外面的綠色植物 對於我來說 其實叫我可能到六十歲 都是畫植物 我應該都不會悶的 就是我現在來用的 那一個隙子 我應該都不會悶的 我們來的掙割 剛剛卻找我 parce來我沒有就去年